来看因应这个春节又有这个 入境的检疫的措施的调整 大概预期不会在下周 有降级的一个措施 虽然疫情虚缓 但降级与否和边境解封联动 短期内恐怕是很难和 二级警戒说拜拜了 即便国内疫情稳定 22日本土在加龄 但新增的三例境外移入个案当中 两人都是突破性感染 国外虽然现在欧洲的疫情 带动了整个全球的疫情上升 那在边境的部分 希望说还是在严守之下 那国内还是可以保持开放 秋冬疫情在起病毒变幻莫测 旧医师表示透过欧洲疫情 可以看出明年的指标 将不再只是接种率 而是未接种率 以及免疫力低下人口 第三季的覆盖率 未来看确诊率还是要看 这有点像是我们的天气的预报 打疫苗覆盖率 比较像是说 然后我们全民的买雨伞 买雨季那种几率是多少 但是疫情如果太严重变成说 好像外面在刮龙卷风 那其实我们疫苗覆盖率再高 大概也没有什么用 第三季跟没有接种的 对疫情控制的一个很大的抗 但应该也不是主要的一个因素 戴口罩还是一个相当重要的 一个非药物借务措施的一个作法 强调疫苗不是万灵丹 即便打完具有保护力 口罩还是要戴好戴满 毕竟欧美许多国家纷纷传出疫情 再度升温 做好个人防疫跟严守边境 才不会不胜疫情失控的后尘 欢迎收看叶秉杰 黄佩涵台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